家人同住在一個屋簷下難免會發生爭執 不過新北市卻有一對婦女為此鬧上法院 女兒最後還被判得強迫搬離這個家庭 無性婦女長期有摩擦 大女兒認為父親管教太嚴 而且脾氣不好 兩人常常發生爭執 日前雙方又大吵一架 女兒看見爸爸闖進房間要理論 認為是私人空間拒絕進入 雙方爆發拉扯 過程中女兒撞傷左手 一氣之下提告傷害 沒想到最後爸爸反告要求搬家 婦女間的戰場從家中變成法庭 爸爸最後被過失傷害判賠五千 但提起尤家分離訴訟 他主張女兒衛生習慣差 不打掃也不分攤家用 應該歸還房間 女兒則是反駁是父親俠院報復 想施壓撤回傷害告訴 願意負擔水電瓦斯費 但不願意再付其他錢 判決結果爸爸勝訴 女兒必須搬家 這樣的案例民眾怎麼看 那當然要幹出去 如果是你發生女兒也會不能接受 對 我不能接受 可能小孩子這一塊要他自己有沒有 在那個角色的時候他才會懂 其實很多事情都是父母要以身做的 本來有講好的話分工好像還蠻重要的 但是如果是意氣用事的話 感覺這樣會很破壞家庭的和諧 而且我自己會覺得 感覺養兒防老 這套觀念很過失 這起案例法官認為民法定義家是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而同居 互相有撫養的義務 如果沒有分攤家事倒垃圾打掃或協助家庭支出等等 就算同住在一起也不算一個家 根據民法規定 姐妹倆都已經成年也有正值的收入 可以自己謀生父親要求分家具備正當理由 全案還能再上訴 但對這家人來說 裂痕恐怕是回不去了 TVBS新聞告知邀國穎 西密斯報道